丽生姐妹平安 大家好 如果不是James提起的那是2019年 我都忘记了 在这里 那一年谁有在的 可以举手一下让我看一看 你们曾经见过我的 哇哦 没有很多耶 牧师很棒哦 很多新人哦 旧人都上线了是吗 感谢赞美主 我看到你们教会很多年轻人 非常的开心 我非常喜欢年轻人 因为我自己也是年轻人 我大你们几年罢了 大家好 那真的是 两年之后呢 我们牧师也差点要失业 你知道吗 就没有什么机会能够在尸体上讲道 所以能够被邀请 来教会讲道 能够看到真实的人呢 真的是在线上讲道是不一样 牧师对不对 那种线上讲道呢 我每次觉得我是在自言自语 没有人理我这样子 那可是能够有在尸体呢 那感觉是不一样的 而且透过刚才的敬拜 我们相信神的灵在我们的当中 而且今天是敬拜主日 那刚刚我们的姐妹唱的那首诗歌 非常的好听 我也真感受到神的灵与我们同在 Amen 那曾经有一个教会呢 有一天早上他们的敬拜非常的棒 非常的出色 音乐打得很好啦 带领敬拜的人也很棒啦 然后敬拜完了之后呢 就有一个人走出去 就在门口遇到一个黑人 然后那个黑人听到这个敬拜很好 他说我可以进来吗 那么那个走出去的那个白人说 不能 因为你是黑人 你不能进来这间教会 你去别的教会吧 这个黑人听了就很难过 就要不让我进来 那他就走了 他走的时候呢 他很伤心的时候 这时候 耶稣出现了 耶稣搭着他的肩膀 问他说 你干嘛那么难过呢 这黑人说 这教会不让我进去 所以我很伤心 耶稣说 没关系 他们也不让我进去 听得懂吗 兄姐妹 如果敬拜没有耶稣 without Jesus 这个敬拜就是一般的歌唱而已 这个敬拜就没有意思 对吗 所以 什么是敬拜呢 很多人会问这个问题 是不是敬拜就是 早上每一次聚会 八点半到九点的 这个半个小时呢 就是来唱歌 我真的很不喜欢那个带领敬拜的 他今天穿得很不好看 哦 那个鼓声很大 那个选的歌今天 五眼五眼 然后呢 再来就是 我隔壁那个呢 五音不全唱很大声 朝着我 我们有很多的理由 很多的借口 都认为 敬拜就是 那短短半个小时的唱歌 甚至有些人会觉得说 我迟到半个小时 反正我不喜欢唱歌 啊 我要听牧师讲道 所以呢 他就每一次呢 就会 等敬拜完了之后 他才进来 我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是敬拜吗 真正的敬拜是什么呢 当然 要讲呢 三天三夜也讲不完 课题太大 但我希望今天 过后 你们记得我的爆炸头之外呢 记得 什么是敬拜 最后我会让你知道 所以 你准备好了吗 好 就 我们就来看看 什么是敬拜 末日敬拜勇士的生命 因为今天 我们已经在末日 弟兄姐妹 已经是末日的末日 我们来看一下这段经文 敬拜的意义是什么 敬拜呢 或者是崇拜 在英文是worship 那么这个字的原来的意思 是叫配的 谁配的 那就是我们刚才讲的 耶稣基督 也就是说基督徒的敬拜 是指将神当得的荣耀 尊贵 称赞 尊荣等等 归给我们这一位神 所以信徒的敬拜 就是你跟我刚才的敬拜 不单只是我们主观的经历 就是很多人在敬拜的时候 会感受到神的同在 他可能会流泪 他可能会觉得难过 他也觉得被安慰 他觉得被指引 他觉得被建立 被建造 在敬拜里面 这一切事情都会发生 甚至他身体有疾病都得医治 但也是一个客观事实的宣告 什么意思呢 因为这个神 是世界唯一的真神 他不是众神里面的其中一位神 He is the only one 他是the one 他是那个唯一的真神 所以他配的一切颂赞 与荣耀跟赞美 所以真正的敬拜赞美 简单来讲就大概是这样 可以吗 弟兄姐妹 但问题是我们很多时候早上 每个主日早上 我们来敬拜的时候 我们都带着很多个人的情绪 个人的问题 对不对 今天早上可能起身池 可能穿衣服穿错 没有吃早餐 出门的时候跟老婆顶了两句 爸爸又讲了什么 来到半路又塞车 然后没有你最喜欢的parking 进来之后 有人坐了你最喜欢坐那个位置 那天早上火很大 如何敬拜呢 那我们就一面在唱歌 然后就一面在想 刚才早上的事情 很多时候我们无法投入敬拜 因为我们不在状况里面 甚至有些人在敬拜的时候 是在想 可以快点吗 牧师可以讲到快点吗 我现在肚子饿了 我等一下要吃叉烧饭 我们都有很多这种的想法行为 我不是讲你们 我讲的是我自己 我自己都有经历这样的事情 我敬拜一半 等一下要做什么 等一下要见谁 等一下要怎么怎么样 所以当我们无法专注 在这短短的半个小时的时间里面敬拜 就像姐妹你坐在这里 你只是唱歌而已 而无法见到这位神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无法在敬拜里面 我们经历 刚才我所讲的 医治啊 供应啊 安慰啊 建立啊 指引等等 都是空的 我们空空的进来 然后我们也空空的走了 这是多可惜 今天早上我看到这么多你们美丽 可爱 英俊 俊美的脸 虽然我看不到你们的样子 每个人都戴着口罩 这是 after pandemic之后 我最生气的一件事情 就是我都看不到你们的样子 然后呢 每一次我的教会聚会呢 有人一进来的时候 我都会认识他 因为我的那些艺人都是差不多的 头发也是这样 也这么这么高的 我就每次会认错人 而且要不呢 我要看了很久 他就会说 牧师 我是谁是谁 所以 弟兄姐妹 我相信 你们今天已经花时间来这里 我相信你一定想要得到something 一定想要得到一些东西 不然你来这里干嘛呢 我常常就挑战弟兄姐妹 如果你不是想来见神的话 那你不要来了 哎呀 牧师可能会 为什么 不要浪费时间 出去吧 出去吃喝玩乐 去做你要做的事 难得今天是礼拜天 可以睡迟一点 可以去做你要做的事 干嘛来这里呢 你今天能够花那么长的时间 来到这里 搬好车 坐好位置 在看着我这个牧师 在分享的时候 你一定心中是有期待 对不对 你期待你今天一定要遇见神 所以弟兄姐妹 忘记我的爆炸童 记得 我什么是敬拜 好不好 那我们看的 今天 我的主题的这个经文 神的教导 只敬拜真神 这是在旧约里面 出埃及记 34章 14节说 不可敬拜别神 因为耶和华是 记写的神 名为 记写者 那这一段经文的背景 是告诉我们 就是 当 神透过摩西带领 以色列人已经要出 已经出埃及的时候 他要颁布这个十节 颁布这个律法 在这个之前是没有律法的 可是当律法一颁布的时候 如果你看33章 或者32章 这些以色列人 摩西上了西乃山之后 40天不见人影的时候 山下的人就开始作怪了 神颁布的十节 第一条就说 你要尽心尽意的爱神 对不对 他们在山下就开始 做金牛犊 败假神了 所以神非常的生气 他下到去的时候 跟摩西讲 我要击杀这些 映着景象的这些子民 还好是摩西求情 结果呢 当时只死了3000人 弟兄姐妹 怎么很奇怪 你有想过吗 律法一颁布 就死了3000人 律法不是要我们知罪吗 不可偷窃 不可杀人 不是让我们知道罪恶吗 当然律法没有错 错的是我们的罪恶 引导我们去犯罪 没有律法的时候 我觉得杀人不是罪 偷东西不是罪 对吗 可是有了律法之后呢 我们就要死了 旧约告诉我们 可是如果你看到新约的时候 如果我们一直停留在旧约 我们要感谢神 今天你跟我是生长在新约 是耶稣来了之后 你看新约 耶稣升天之后 圣灵降下 彼得讲道 多少人信主呢 3000人信主 弟兄姐妹 遥遥相对一下旧约跟新约 律法一颁布 死了3000人 圣灵降下 赐下生命 3000人得救 你可能会觉得说 那是不是旧约的神 是比较凶 旧约的神跟新约的神 不一样是吗 不是 旧约跟新约的神是同一位神 对于公义 对于这些正义 祂是要求是一样的 祂是圣洁的神 祂不能去靠近邪恶 或者是污秽败坏的事情 但为什么旧约的神 那么样的凶狠呢 只要你稍微 做不对 祂就来击杀你 还记得吗 乌煞在旧约里面 祂因为用手去扶那个约柜 祂就被击杀 弟兄姐妹 你就认为说 我们的神现在不一样 不是 在旧约里面不要忘记 第一 神是常常与他们同在 第二 神已经颁布了 所有如何建造 圣殿 所有一切约柜的 规规矩矩尺寸 所有的一切细节 祂都告诉大家 所以当你用手去扶那个约柜的时候 就证明你没有用心 去遵循神的话语 所以神急杀他 可是今天 像你跟我 我们也常常犯罪 对吗 我们也常常说错话 常常做错事情 如果我们是活在旧约 我跟你说 搞一条命都不搞死 对不对 但为什么我们没有呢 我们还是活得好好的 我们好像神还很祝福我们 对方姐妹你要感谢谁啊 感谢耶稣 因为他来了 因为他来了 他承担了一切 你跟我所有的罪恶 所以他来的时候 他使人得生命 律法是使人 知罪难要死的 感谢主 所以我们回答来说 祭邪的神是怎么样的意思呢 我刚才讲 他不是众神里面的其中一位神 他是唯一的真神 那就像夫妻婚姻关系 你们能不能够做丈夫 忍受太太有别的男人 或者太太能不能够忍受 丈夫有别的女人 这里的祭邪也就是说 黑暗跟光明是无法调和的 水跟油是没有办法 靠马亚才 所以神是祭邪神 是因为他太圣洁 太伟大 太有能力 太光荣了 弟兄姐妹我去找这个言文的时候 在中文呢 它是翻译为祭邪 英文是翻译为 jealous 嫉妒 我觉得中文是翻得很好 因为祭邪 其实我们的文字 实在没有办法 能够完完全全的去描述 我们这位伟大的神 祭邪已经是当年 这些老外很有学问 去学中文 你们知不知道中文的圣经 是老外翻译的 不是中国人翻译的 他们真的是偶心力学的 翻译这个字 我觉得是很棒的 祭邪在旧业里面 大概有五个地方有讲到 神说我是祭邪的神 也就是说他是那么的圣洁 他是那么的伟大 他无法去容忍任何的罪恶 所以就业的时候的神是这样 那么新耶为什么不一样 因为耶稣来了 他担当了我们一切 他成为我们的中宝 以至于你跟我 还有很多的机会可以悔改 不然呢 每一次呢 我每次看完他讲 你都很怕了 可是我们的神不是 感谢主 他已经来到新耶 是因为有耶稣 所以祭邪也就是说 他对敬拜这位真神 他是不能容忍我们去敬拜别的神 特别是以色列人 他一而再再而三地交代他们 以色列人在经历了那么多年的 在旧业里面经历那么多年的苦难 最后他们被掳了七十年 他们才学到一个功课 那就是回来 拜独一的真神 那也真的是还不错了 还可以懂得 所以他们这犹太教呢 他们只拜独一的真神 因此在这里 在旧约里面 神已经很清楚地给我们看见 我们只敬拜唯一的真神 没有别的神了 所以这是 你跟我今天 如果要相信耶稣的话 我们就只有敬拜他 可能你说 没有啊 牧师 我真的是很敬拜耶稣的 对 你看 我每个礼拜都来聚会 我有服事 我有给十分一 我有读经 我有祷告 可能我们这里很多人 都在做这种事情 很好的 可是 你可能忘记了 你的工作 你家里的孩子 你的太太 你的丈夫 你的男朋友 女朋友 你的车 你喜欢的运动 甚至你家里的小狗 分分钟 他已经成为你的神 你爱这些都过爱神 那你就是 不是敬拜真神的 弟兄姐妹 耶稣说 你爱这些超过一切我的 那你就不是在敬拜我 所以我们常常要提醒自己 我是不是爱这些 外在的事情 度过爱神 还有一些人 可能不是爱外在的物质 他可能爱自己 非常爱自己 每天都照镜子 哪里有镜子照 就觉得神啊 你怎么造成我这么的帅 这么的美 怎么我都那么的聪明 怎么那些人都那么的笨 怎么我就是 什么事在我手中 搞了顶 有些人爱自己 爱到一个这样的地步 没有人可以讲他 他们的眼睛是长在头上的 神是在下面 他们在上面 那这些事情 弟兄姐妹 请不要当作是笑话来听 求圣灵光照我们 在我心里面 有什么是必神更重要的 我的工作 我的金钱 我的爱人 我的人际关系 我的服饰 今天我在教会 我做长老 牧师下来就是我了 你看我权力多大 你看我怎么怎么样 我们到了一个地步 我也曾经 我还没有做一人事工的时候 我曾经在教会服饰的时候 我也是坐了一个位置 差不多就是 主人牧师下来就是我了 我走下走下 我也觉得我自己很了不起了 我站在台上我也觉得 来你看你们每个人都看我 那种的 那种的虚荣 我很记得 我以前还没有做牧师的时候 讲一点点我的背景 给大家知道 我为什么做艺人事工呢 是因为我年轻的时候 我在娱乐圈工作 我在唱片公司工作 后来之后呢 我就出来做主持 我记得后来我做主持 我做过一些 那个时候很红了 比如说林志颖 Beyond 作画剑 这些 那我记得呢 我做林志颖的时候 是在吉隆坡的那个 Stadium Medica Stadium里面 我们那个时候已经是 很多了 然后都抱满了 然后我就 我是主持罢了 我就站出来了 我就会跟大家说 你们不要吵 你们直接坐下坐下 他们就会坐下 安静 他们就安静 那等下我说拍掌就拍掌 他们就拍掌 然后我跟他们说什么 他们就会听 那种感觉就是 我进去之后 散会之后回到家 我都觉得 哇 I'm somebody 我觉得他们在崇拜我 可是不是啊 他们在崇拜 那个林志颖 那些红歌 你可想而知 我们人的虚荣心 到一个地步 是很可怕的 不然撒旦 怎么会被打下来呢 所以对姐妹 要记住就是 我们的神是寄邪的神 只要一旦 我们把神摆在第二位 那你把神摆在 最后一位第二位 是没有分别的 神有 我们的优先测序 是永远神在第一位 我记得有一次 我跟我的义人 这么说的时候 他有吓了一跳 因为他也是新基督徒 他说是啊 牧师 我一直觉得 我最爱的就是我的妈妈 下来就是神 再来是我爸爸 因为他新基督徒 那我就教导他 他说不是 从今以后 你的神永远要在第一位 然后呢 才下来才是 如果你有太太 有丈夫 他们就是你的第二位 再下来就是孩子 各位爸爸妈妈知道吗 好好地去爱你身边的丈夫 爱你身 尊重你身边的太太 她是陪到你 到最后的 我这两年呢 生命发生得非常大了 所以可能James知道 我最爱的丈夫走了 如果一年前 我是没办法 站在这里讲道 我跟丈夫 她拖拖七年 结婚大概23年 我们在一起 整整的30年 在2020年的8月 她因为 Virus Attack 她走了 在这个之前 我都很幸福 所以那一年 你们见到我的时候 我觉得我人生非常幸福 我事工觉得不错啦 有丈夫那么爱我 疼我 然后有家人 还有我的弟兄姐妹 还有认识很多的你们 我那时候是 我其实真正不知道 什么叫 孤独 或者什么叫 救星之痛 一直到我 面对 我丈夫走了 你问我同工 我那时候 无法吃 吃饭还是 无法见人 无法讲话 不想祷告 不想读经 但是 我允许自己 去面对伤痛 我知道我的神 不会爱我少一点 因为我真的 在那时候 无能为力 然后 之后 我现在慢慢慢慢 走出来 我大概也是要花了 一年的时间 就走出来了 我记得那时候呢 香港的 王祖兰 大家认识吗 一个艺人 他知道我发生事情 他送我一本书 叫做 再见爱 里面是讲到如何 失去你亲密的人 的如何去面对 我不是很记得 他里面讲了什么 因为我看的时候 也没有很用心去看 可是里面有一句话 我却很记得 他说 失去亲人 最少要多长时间 你知道吗 那时候我的丈夫 刚刚走了三个月 他说最少要 两年 两年 我看了这个字 我就很怕 我说我多么希望 每天早上起来 已经两年了 早上起来 我已经过了三年 过了五年 然后我才知道 当我去收拾 我丈夫的东西 我才知道 什么叫揪心的痛 那个痛 是你无法言语的 现在 感谢主 刚刚 上个星期 我丈夫真的走了两年 我现在没有 像之前那么伤痛 但还是很想念她 我不知道当中 因为我知道这两年 很多人面对确诊 很多的事情 可能失去亲人 失去了自己 心爱的朋友 还是什么 我在这里鼓励你 刚才你们背经文 是很好的 因为那时候 后来使我重新 站立起来 就是神的话语 背经文 其实坦白讲 背经文是很闷的 但很好 它使我可以 慢慢地从背经文 里面站立起来 重新投入回 祷告 重新去 去读经 然后重新 站立在讲台上 之前呢 每一次我讲到这个 我都会哭 我现在 还好吗 可以吗 我们给神一个掌声 好吗 感谢主 那我再想讲多一点点 就是鼓励 如果你现场有人 经历这些事情的时候 我鼓励你 这个 这个是有一天 大概去年尾的时候 我有一天突然间 很想念我丈夫的时候 就 因为我还是人 虽然我是牧师 对不对 我在讲台每次讲 不要问神为什么 为什么 对不对 可是到我们那时候 我们还是会问了神 为什么你把我丈夫带走 什么什么 就那一刻 神跟我讲话 我很记得那天 他跟我讲话的声音 语气 很温柔 好像很小心翼翼 他跟我说 他说孩子 我把 我的丈夫叫Kelvin 我把Kelvin 赐给你 三十年 这三十年 他爱你 他疼你 他尊重你 他支持你 现在 让他回到我身边 让我爱他 我那时候回 就在那边哭得稀里哗啦的 那个哭 我是安慰的哭 非常安慰 因为我知道神 把他带回去了 神说让我爱他好吗 有什么比神爱他更好呢 对不对 我相信神爱他 都好过我 爱我的丈夫 我觉得那个是超安慰的 而且 那时候的感动跟安慰 是 我也无法形容 结果前几天 我遇到一个牧师 他上来拜访 我们就聊天 他就跟我说 牧师 你知道吗 你在之前 你讲这个见证的时候 又对我有多大的安慰 因为他妈妈去世了 他很想念他的妈妈 然后他告诉我说 我在讲这个见证的时候 有帮助到他 是 我就让我亲爱的人 回到天父那里去 让天父爱他 所以弟兄姐妹 如果你有遇到这样的事情 我也鼓励你 放手 放手 让他去 让神去爱他 Amen 因为有一天 我们会跟他们再见的 Hallelujah 好 那第二点 我们看 今日世界的真实 以及可怜的状况 那么在罗马书 一章二十五节说 他们将神的真实 变为虚幌 去敬拜 侍奉受造之物 不敬奉那造物的主 主乃是可称颂的 直到永远 Amen 前面这两句 就告诉我们 现今世界的现实 特别是 这个 病毒发生 两年前到今天 不管你要不要 不管你喜不喜欢 弟兄姐妹 我们的世界 已经是天翻地覆的 被改变了 有人说 你看 你们基督徒 很惨 你们的神 在做什么呢 你们都被 赶回家里 全部被关在家里 教会都不能开 这是从来 没有发生的事情 我们就感觉说 是不是我们的神 很差 撒旦在那边 偷笑 但是 我记得 我有听过一场道 有个牧师说 在这个疫情之前 他已经领受 神跟他说 I'm going to reset the world and the judge 我要重新调整 世界跟 教会 后来 我们现在回头看 的确是 刚刚比如说 你们看 以前收奉献 是没有do it now 对不对 以前收奉献 是要把奉献带传下去 以前也没有 线上聚会 对吗 一定是要 实体聚会 那我呢 在马来西亚 可是最近我也常被 邀请去 上海的教会 讲道 以前是你一定要 飞过去 现在你是不必了 你在zoom就可以 好 讲道了 那我们相信 神呢 也透过这个事情 在改变世界之余 也提醒教会 我们已经进入 一个新的 末日的末日 弟兄姐妹 请打开 我们的思维 当一个人 能够开放的话 他比较可以接受改变 不然你一直会说 这么要这样的 这么要那样的 以前我们不是这样 以前我们不是那样 不要再提以前了 我们离开耶稣 回来的日子近了 整个世界在改变 战争 乌克兰 俄罗斯 通货膨胀 美国一塌糊涂 不要讲美国 马来西亚是 不过前几天 有一件好消息了 大家 有没有庆祝啊 我有个艺人很可爱 他去台北拍戏 他自己也拍了一张照片 放了一杯啤酒 跟一个炸鸡 他说 我现在在台 我庆祝这个事情 你们很厉害 聪明 你们知道我在讲什么 终于等了这么多年 虽然还不知道 后面怎么样 但至少 他现在进去了 感谢赞美主 这里也没有政治的人物 这个事实嘛 他是我们的前前前 你知道我在讲什么 世界已经在改变 这位姐妹 已经不再是过去的世界 整个 因为你们工作也是啊 对不对 很多人现在在work at home 或者是有很多的方式 已经不再一样 那今天这个是很真实 但又很可怜的状况 你知不知道 因为这个pentemic之后呢 有多少人情绪上受干扰 他们有情绪病 因为他们很焦虑 他们很担心 他们很害怕 特别是工作金钱 然后呢 有很多的夫妻 没办法被逼 关在家里 这么长达 大概两年的时间 很多离婚了 无法守下去 当然也有一些更好的 因为难得大家可以在一起 这样的例子太少了 而且在教会里面 我昨天 我才收到一个 在东马的弟兄 弟兄哦 他也跟我说 他说 他在脸书写了一些东西 然后我就私下问他 我说 怎么了 做了什么重大决定 因为我感觉他不妥 后来他就说 他就回我说 牧师 我决定放下我的婚姻 是蛮难过的一件事情 然后 他说很难过 那我就 我就用我的那套说 我知道你现在很难过 你辛苦了 你也努力过 也争取过 是不是 我说我也不想讲太多的废话 虽然我是牧师 我不认同离婚 可是 婚姻是你的 然后我就说 你现在不想见人 不想讲话 不想读经 不想祷告 It's ok的 上帝不会爱你少一点 然后他回我 牧师你好清楚哦 我经历过 虽然我不是经历离婚 但是 差不多一样的 但 我的意思是说 不要停在那里太久 不读经 不祷告 好好的去面对自己的伤痛 我因为经历这个事情 好像 突然间 另外一间 家会的牧师打给我 他说 张牧师 你可以帮我一个忙吗 我有一个传道 去年也是丈夫去世 可是他一直走不出来 我说帮他 我也不会帮 我说我也不懂 我也是很辛苦 爬爬爬爬 我还在爬 我就爬出来 但是 他讲你帮我看看他 好好好 那他就来了 就听他讲 那后来我发现 他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就是 他没有好好去面对 自己的伤痛 我就跟他说 你就去跟教会请假 三个月吗 你说我要 好好地伤痛一下 你现在死的 不是一只狗 一只猫 我死的是我的丈夫 我可以伤痛吗 因为会议 我都跟他讲 你是传道 你要快点站起来 你是领袖 你要快点走出来 来 让你去试一下 好吗 有些人对自己宠物 都很难过 对不对 更何况是人呢 所以我讲 你回去 好好地去伤痛 你要去 对于这些事情 我在经历了 我也不敢讲 我很厉害 但是我经历 我知道说 我们要去面对它 处理它 然后呢 就才能够慢慢放下 不是一下子放下 我常常跟我的同学讲 我常常拿我的情绪 出来看 比如说有时候 我不想见人 有时候我会生气 我就会看我这里 为什么我生气 是不是我骄傲 是不是我自私 然后为什么我会难过 是不是他们没有看到我 是不是我怎么怎么样 当我每一次 这样处理我自己的时候 然后当然我也会跟神祷告的时候 我觉得我走出来更快 我更容易这样子 如果你们这里 有这样需要的人 可以透过牧师来找我 我也是这样 你不用读经 不用祷告 暂时的 OK 好 所以我们知道 这个世界已经在改变 而在这里呢 我们知道说 连我们的敬拜 我在前面已经讲了 都是荒腔走板 都是很 是不是神要的那种的敬拜 很多时候 那我们来看第三个 新月的敬拜 要用心灵与诚实去敬拜他 这段经文 相信大家都很熟悉的 约翰福音四章二十三节 说什么 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 那真正拜父的 要用心灵与诚实拜他 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 这一段的经文的背景 相信大家都知道 耶稣去到加利利 去到撒玛利亚地方 他遇到一个打 在中午很热的时候 一个去打水的妇人 撒玛利亚妇人 那么耶稣就在那里 跟他分享福音 拯救了他 可是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呢 他就讲了一句 他讲 父子我想问你啊 到底我们是在这山上敬拜呢 还是要在耶路撒冷敬拜呢 因为他们是撒玛利亚人 他们不能到耶路撒冷去 那么耶稣就在这里回应他说 他说时候将到 如今就是了 耶稣也就是说 说这样 我已经来了 你们所期待的 尼撒已经来了 那真正拜父 用心灵和诚实拜他 心灵和诚实是什么 很多时候我们都会 以为说 我现在很诚实 我什么都不想 去敬拜神 以前我也有类似这样的想法 其实诚实 在言文的意思是真理 真理是谁 真理就是耶稣 心灵呢 他这里的心灵 其实本来原本是没有心的 是只有灵 弟兄姐妹 我们是灵魂体 对不对 所组成的 那我们一得救的时候 我们的灵被得救了 所以我们的身份地位 被改变了 对吗 我们在黑暗里面被神 迁入了光明的国度 我们成为神国的子民 可是我们的魂呢 是掌管我们意志 我们感情的 很多时候 他还是会有很多罪恶的尾巴 在那边整天 好 像保罗讲的 立志行善 游得我 行出来却游不得我 我们想做好人的 对不对 可是一做出来就做错了 这样子 所以在这里呢 耶稣就提醒他 不是在那个地方 什么山上耶路撒冷 敬拜我的事 你随时随地都可以 敬拜 哈利路亚 你们好像没有很高兴 你们是一定要回到教会 才可以敬拜 这个是新约神给我们看见 你随时随地都可以敬拜他 不管是在哪里 在你的房间里 在你的厕所里 在你车里 在你工作场所 在任何的地方 你大车什么 你工作 你心里面都可以祷告 很多时候 当我刚才 像我刚才讲的 我跟那个女传道 在分享的时候 她在讲她的故事的时候 我心里想 我学习聆听 我以为我是爱讲话的人 我们这种人是很难聆听 但是这几年我都在学习 有个姓跟我讲 不要讲话 听 我就听 可是 她就讲 给她先讲 她讲的时候 可是我心里面有祷告 我想说 神啊 你要我怎样辅导 你的孩子 你要我给什么话 其实当她讲完之后 我心中就有三个大点 我刚才只讲了一个点 有空才讲 所以 弟兄姐妹 你随时可以祷告 你随时可以求 神啊 现在怎么办 现在要怎么样 现在我要去见谁 我要不要去 还是不去 我要不要做 还是不做 你随时都可以跟神沟通了 你电话有没有查尸电 我们现在最怕就是 我们最爱的不是耶和华神 最爱的是我的手机 对不对 一火灾的时候 我看你们老婆孩子都忘记了 最重要是拿手机 不见的孩子 太太可能你觉得 不见的手机很怕 那手机成为什么呢 所以有些教会 不鼓励这些姐妹 拿手机 来到教会了 不鼓励你们 用手机 找你们的经文 因为为什么 手机有很多试探 对吗 牧师讲 打开经文 你们一开手 哇很多message 哇又按下去 再按下去 哇这里有大简叫 我再按下去 台上牧师讲什么都听不到了 他很多引诱试探 对不对 所以呢 如果可以的话 我们学习带 你们知道什么叫book吗 书 圣经的那本书 可能很多人都没有摸过书了 对不对 其实有机会带圣经来是很好的 把手机放下 我看你们今天 你们很不错 你们很好耶 应该我的爆炸都吸引你们 都没有人看手机 有时候我在讲道 我看到人在玩手机 我听过我一个会友 艺人他在东 他跟我说 我的牧师很凶的 你在看手机是吗 James 你可以出去 你觉得手机比我重要是吗 出去出去 他是在大庭广众这样子 提了 我想你们的牧师应该不会 你的牧师看起来那么斯文 那么帅 这样姐妹 所以敬拜是什么 用心灵参赐 就是用你的灵 用你的随时随地 都可以敬拜他 第四 敬拜勇士的全心投入 今天我们都称为自己是敬拜勇士 谁不是呢 因为神找的是要举手不举尾的人 神要找的是勇士 不是那些老弱残兵 可能你讲牧师 我身体上有些残缺 牧师我不能去太远 或者我耳朵有耳鸣什么 It's ok 神不是在找完美的人 这世界上没有完美的人 曾经有发生一件事情 我有一个艺人 因为他是面对年轻人的 所以他就在insta里面有写一些东西 就比较粗俗一点 结果有一次有个教会邀请他去讲见证 结果他们那个事情 见证还没讲 他们教会里面就有 一个年轻的传道 就看到他在insta写的这些东西 就去跟牧师说 牧师你看这个艺人 这样子怎么可以讲见证呢 然后那牧师也没想太多 一下子就跟我的同工讲 那对不起 我们不能请你们的艺人了 我们请你们的牧师请我 然后我的艺人就当然还难过了 他说牧师 我要怎样才能够被请去讲见证呢 我就安抚他 安慰他 我说第一 我们尊重那个教会的决定 第二 我告诉你 这世界上没有完美的艺人 也没有完美的牧师 如果要找到完美 才可以上台讲道 世界上 台上是没有人可以站上来的 对吗 所以我讲 没关系 我说他们不明白 后来有机会 我遇到那个牧师呢 他也跟我讲sorry了 我也尝试解释给他听 我说如果我们还活在就业 像刚才讲的 用律法来定每一个人 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进来教会的 真的 我们随时会完美呢 我们he and there 一定会有犯错 一定会做错事情 可是为什么耶稣来呢 耶稣来就是为你 为我摆上了一切 我们常说 你怎么知道耶稣爱你 有时候我们讲 耶稣爱你 你可能会心里面反问 当下你可能很辛苦 很多问题的时候 你会觉得说 你真是很讽刺 我现在都已经很辛苦了 耶稣怎么爱我 如果耶稣爱我 就会祝福我 我要你们记住 这种姐妹 这个我也是自己经历 我一件事情的时候 我也会怀疑的时候 神那你到底爱不爱我 神是肯定爱我们 怎么知道呢 那就是 他为你为我 在两千年前 钉死在十字架上 那一刻 他就是爱你爱我 而且我告诉你 那两千年其实 对神来讲是没有时间的 他昨天才钉十字架吧 是新鲜的 是滚烫的 是热辣辣的 不要觉得说 两千年 耶稣看到我嘛 人这么多 耶稣会不会老了 睡觉了 去Holiday了 No 耶稣永远是那么年轻 你知道 当我们被提之后 我们回到天家 你跟我一样 会一样的俊美 你注意看就业 形容那些人都是俊美的 女的俊美 男的也俊美 想到就很爽 爽吗 而且是健康的 我告诉你 我爸去年九月也回天家 我在一年里面 就失去丈夫 失去爸爸 可是我爸 因为我爸年纪大了 我爸也信主 我们也 我妈也很可以接受 我们都很平安 那我记得 因为我爸爸是坐轮椅 坐了三十年 所以他能够回天家 也是好事 就是吸了世上的劳苦 我记得那时候呢 有一天他还意识清醒的时候 有一天我就跟他聊天 就讲到说回天家什么什么 那我就跟他 突然间 我觉得那句话是神要我跟他说的 我说爸 你知道吗 有一天 你回天家 你是走路回 进去的 你不用坐轮椅的 我爸就 听了就看着我 他没有讲什么 他在笑这样 可是我看到他的眼神 他好像在想象 我已经无法走路三十年 我现在可以走路进去 进天堂 哇 我觉得 那我自己讲完 我自己也觉得 哇 那不是我讲的 那是神透过我的口 好 跟我爸爸讲 然后我跟我爸爸开玩笑 我说爸 你不用担心 好 你去到天堂 你不用怕迷路 因为Calvin在那边等你 他会带你的 所以 弟兄姐妹 成为一个敬拜的勇士 全心的投入 敬拜者指的是一个人 全天后全身心的投入 敬拜独一的真神就是耶稣基督 在生命纪说什么 耶华我们神是独一的神 独一的主 你要尽心尽心 尽力爱耶华你的神 所以 第五呢 摆对敬拜的对象 这个我也不想再多讲了 这个就是耶稣 他进食了四十天之后呢 他所经历的撒旦来引诱他的手 撒旦说 你看这个世界的荣华富贵 如果你跪拜我 我就赐给你 耶稣回应说什么 经上记者说 当拜主你的神 但要侍奉他 从这两句话 就已经看到两个重点 一个 当拜主你的神 也就是说 我们的生命是敬拜的生命 但要侍奉他 就是我们在地上 你要做什么 侍奉不只是在教会里面 弟兄姐妹 侍奉也在外面 刚才我们讲敬拜者 末日勇士的敬拜投入 是全心全意 没有说我礼拜天来 这两个小时在这里我就敬拜 我出去呢 拜一道拜六 是我自己做主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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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能切割 如果你切割的话 你的基督徒生命是一定很糟糕 你一定会崩溃有一天 但只要你愿意把自己摆上的时候呢 你把它融为你的生活 所以敬拜的生命是 敬拜就是我们的生命 也是我们的生活 那我们看 末日敬拜勇士的生命 其实有两个很重要的点 第一个呢具有时间的紧迫 刚才我已经说了 我们已经来到末日的末日 弟兄姐妹 好 那我们看到打仗的声音已经响起了 国攻打国 民攻打民 地上有饥荒 然后有地震 你就要小心 要注意 要谨慎了 不管我们要不要 不要只是顾自己的工作 顾自己的爱情 顾自己的家人而已 那个很重要 我知道 但你要看一下 外面世界发生什么事 现在在欧美国家 天气太热 很多死了很多人 那么一些地方又发生水灾 兄姐妹 这些都灾一灾的告诉我们说 主耶稣说 这个地球生病 我要回来了 我们准备好了吗 如果被提的话 突然间被提 被提是没有预兆的 它是突然间发生 可是我们被提之后 当我们跟耶稣下来 在地上坐完 一千年的那个时候 就有预兆了 所以被提可能讲 我在这里讲讲道 突然砰 可能一半 大半人不见了 你们的衣服掉在地上 那最好我不要在这里 我在这里就糟糕了 因为我要去 过那个七年大灾 我们最好就 我相信这里 奉主的名字 全部人都被提 Amen Amen嘛 要不要被提 我以前都觉得说 我年纪大了 现在又讲年纪大 我都跟我的面前年轻人 你们会被提 我就应该会 死了 因为我一直觉得被提 是很久的事 可是发生这两年的事情之后 我就觉得 我不要祷告 我死 我不要祷告 我肉体死 我要祷告 我要被提 Amen 我们就不用经历 这个肉体的死 哎呀 但是无所谓了 总之就是回到天家 Amen 那所以呢 具有时间的紧迫性 紧紧抓住时间 珍惜时间 因为我失去过 所以我现在很珍惜 我跟我家人的时间 我常常会医保 因为我医保人 跟我的姐妹 甚至 就很快地讲一下 就是 再过两年 我就要放下我的一人之家 我就要出去了 因为反正一人家 虽然是我创办 但它不是我的 它是神的 所以 感谢赞美主 如果神 真的是允许 我就可以走出去了 因为呢 在启示录说什么 看啊 我必快来 那个快 已经很快了 对耶稣来讲 没有时间的 是昨天的事吧 因为他看地上一千年 如一日 对不对 第二呢 明白耶稣再来的意义 这样你们看见 这一切的事 也该知道 人子进了 正在门口 因为这个世界的败坏 因为人心的堕落 还有我们看到 千千万万苦难的灵魂 我不懂你们 我看到那个 乌克兰被打的时候 刚开始的时候 我也很想飞过去 那时候 我又没有丈夫 爸爸要走了 我觉得我 我又没有孩子 我觉得 我没有什么 后顾之忧 我还跟我同学讲 我想飞过去 他问我 飞过去做什么 我想去为那些人 祷告啊什么 因为很多人逃到 他们旁边的国家 叫什么的 圣牙利亚 什么之类的 可是后来 你知道我怎样吗 他就提议 那你打去给 那个什么 G234的那个 World Vision 我就打去给那个牧师 我就问他 你们这里没有派人去那边的 他说牧师有的 不过呢 我们没有派亚洲人 因为亚洲人不懂得讲 乌克兰语 俄语 你去到 还要找人帮你翻译 你很麻烦 对啊 对啊 等下我要这样拦阻别人家 就 就那时候会想 就觉得说 我想做一些事情 想为主做一些事情 所以弟弟姐妹 我虽然说有时间的紧迫 信耶稣要来了 你不是 然后你就讲 牧师这样讲 你回去就躺着 躺耶稣来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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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回去讲 我辞职 我不做了 反正耶稣要来 也不是 我的意思是说 该干嘛 就干嘛 圣经告诉我们 你们 他来的时候被提 有些人在工作 在磨米 什么之类 所以意思是说 我们要知道 神的心意 但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 我们依然好好的去过 每一天 去侍奉他 活出基督的样式 然后像你的家人朋友 还没有传福音的 请尽快地跟他们传福音 所以最后呢 什么是敬拜 敬拜在西伯来文 是指奉献和侍奉 奉献就是 我把我的生命奉献给神 侍奉就是 我在地上的侍奉 所以呢 在罗马书 这一节经文书 我以神的慈悲 欠你们 也是欠我们 将身体献上 当作活跡是圣洁的 这是神所喜悦的 最后我们看到呢 敬拜就是信仰的生命 以及信仰的生活 所以今天早上 你只要记住这两句话 弟兄姐妹 敬拜就是我们的全人 我们的一生 所以敬拜不只是唱歌而已 你的奉献是敬拜 你招待也是敬拜 你在外面工作 好好工作 准时下班 准时上班 没有hanky panky 没有骗人 没有做不好的事 也是敬拜 好好爱你的家人 爱你的太太 爱你的丈夫 也是敬拜 对吗 Amen吗 所以 最后这一天经文说 末日 我想请 事情可以上来吗 给我一点音乐 末日敬拜 勇士得胜的生命呢 就是在诗篇29章2节 要将耶华的名所当得的荣耀 归给他 以圣洁的装饰 或作为 看到没有 敬拜耶华 也就是说 我们的生命是圣洁的 因为神是祭邪的神 这一段经文跟前面讲的是 遥遥相吻合的 也就是说 因为他是祭邪神 所以我们必须要以 圣洁的装饰 也就是圣洁的行为 作为 来敬拜他 弟兄姐妹 你可能说 牧师 我还是会做错事 我还是会讲错话 我如何圣洁呢 不用担心 靠着我们自己 我们不可能圣洁 但靠着耶稣 靠着耶稣 每一天把自己的生命 献给耶稣 从世界里面分别出来 你就是圣洁的 这种姐妹 当你圣洁的时候 你才可以 坦然无惧地 站在神的面前 保罗说 我们可以坦然无惧 站在神的面前 不是因为 你有做得多好 你有多厉害 你有多奉献 多少钱 你有多有成就 不是说这些不好 但这些都不能 逃神的喜悦 他这边告诉我们 就是 靠着耶稣 你有很好的成就 在这个世界 恭喜你 继续加油 成为一个 有影响力的人 如果你在这个世界 还是默默无闻 还是觉得 一事无成 不要灰心 不要难过 我亲爱的弟兄姐妹 神看着你 在神的世界 太丰富 他愿意供应 他愿意供应 旧约是 他是要求的 旧约说 你不可以这样 不可以那样 你不可以摸 不可以吃 不可以做这个 做那个 你不可以靠近我 对不对 新约是什么 新约说 我供应 耶稣来了 你要什么 你要金钱 你要时间 你要健康 你要喜乐 你要平安 你要丰盛 你要得胜 我供应给你 哇 这个就是恩典 所以我们不要再停留在旧约的律法时代 我们已经进入新约了 弟兄姐妹 我们有很多基督徒还活在律法的时候 你是被这些种种的律法捆绑 挟制 很多事情 你做不好 你做不到 然后你埋怨自己 埋怨教会 埋怨旁边的人 你不快乐 你不快乐的时候 你身体就出状况 你身体出状况的时候 你生病 花钱 自己难受 旁边人也很难受 我们常常讲 我们要做一个善性循环的旧途 首先 我们感谢这位神 祂造我们 祂其实不是要你做很大很大的事 祂只要你 做什么的 我常常讲 快乐地活着 当你快乐的时候 你表示你跟神的关系很美好 当你跟神的关系很美好 所以你才会爱人如己 新约的两大诫命 就是尽心尽爱神 跟神建立好关系 第二呢 就是爱人如己 你才会懂得爱人 你不会记忆别人 对你怎么怎么样 你看我们的神 祂都不记忆我们两年被关在教会里面 有人说 你们的神很没有脸 我讲 难道神觉得 我输不起吗 我亏不起吗 神就是不要 我们只是躲在这四面前里面 爱来爱去 整天就是搞活动 搞活动不是不好 我的意思是说 当然搞活动是因为我们要去接触人 可是问题是我们偏差了我们的理念 然后我们就在里面呢 所谓爱来爱去 就是也打来打去的 勾心斗角 分裂 这些事情都在很多的教会里面发生 听众姐妹 这是蛮难过的 神很心痛 神不要这样 所以神为什么可以让两年教会完全被关闭 他很多人在笑的时候 说你们基督徒 你们的神是没有用的神 但是我觉得神不是这样想 那现在回来之后呢 我相信你们跟我一样 我们看见一个新的季节 新的领域 新的高游 要这样想 今天你来 你就是领受着高游 Amen